下午好我是夏师 欢迎收看1月21号的白隔五报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 美国迎来了特朗普时代 新任总统特朗普 于大马时间今天凌晨正式宣誓就职 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上进行演说中重申 美国优先来表明未来任何政策决定 由贸易到移民和外交政策等 都会优先考虑美国民众的利益 而特朗普在正式就职后就开始着手处理公务 他在白宫签署了身为美国第45任总统的 第一批行政命令 其中就包括废除前任总统奥巴马力推的 评价医疗法案 其实特朗普在金水总统时 就已经多次表示将会废除该法案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在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前 有大约500名示威者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销乱 并和警方爆发冲突 造成至少200人被逮捕 另外还有数名警员受伤 接着来看国内新闻 还有一个星期就是大年初一了 各位可要注意了 全国反风化速读及私会党取缔组主任 罗孩密表示 警方已经从本月的15号开始 在全国同步展开年干行动 以严打农历新年非法赌博活动 罗孩密警告 无论是大人小孩 只要被发现涉嫌非法赌博活动 统统都会被逮捕 至于涉嫌赌博的少年或孩童 则会在警方逮捕并调查完毕后 才允许保释除外 他表示赌博活动无形中延伸很多的问题 例如引发争端和冲突 造成暴力罪案发生 剧赌可以分为在室内赌博和公共场所 室内剧赌罪程将会被罚款5000累计 或监禁6个月或两者减时 最后来看社会新闻 校园又传出偷拍事件 而且这一次是在国内 吉隆坡谋索中学的一名中三学生 在客室里偷拍女教师群体风光 而且这一则长达10秒的视频 各在校园内流传 根据金马警局主任苏克里的说法 事发时该名女教士正在为学生包砸桌子 怎么知道却遭到学生用手机偷拍群体风光 影片里头的女教士知道此事之后 愤然报警 警方随后援引刑事法典509 侮辱他人癥结条文 以及违刑犯罪法令14条文 逮捕事案的5名学生 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